歡迎收看股市張國策 我是吳磊光 這兩天呢 每一股呢 有一檔個股呢 叫做埃斯摩爾 跌得很兇 也有很多先進 在節目上 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但是我個人認為 那個說明只是做一個 媒體上 的一個傳聲筒而已 並沒有到一個很紮實的分析動作 那今天我會做一個補充 讓大家知道說 埃斯摩爾到底 他發生什麼事 再來就是我們的台積電 那講到我們的台積電呢 今天是11月17號 下午就會有他的法說會 那在他的法說會來講的話 他一定有三件最重要的 很多都很重要 但是最重要的三件 我出來跟大家做個說明 那第一個 一定是他對於COVAS的擴展 擴充的一個方向 那第二個呢 他的資本支出的上調 第三個 他的EPS跟毛利率 這三個會是最重要的 待會在節目上 也會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但是今天呢 最重要的在哪裡呢 埃斯摩爾發生了兩件事情 導致於他的財報發生 他的產品的問題 那在這裡 對我們的台積電會不會有受到影響 那假設影響不大 而且又是一個轉期的開始 到底什麼產業 什麼個股 是我們可以去買的 而在什麼地方去買 才是最重要 所以各位 今天加賴留言 今天加賴留言 然後呢輸入落敵反彈加一 落敵反彈加一 你會知道我今天的節目 到底是要告訴各位 什麼產業 它的落敵反彈 我們先看一下今天的台股 今天的台股 看這裡 那也會有來到下跌60點左右 好 那以現在來講的話 以現在來講的話 是在70幾點 那相當於這個地方 做了一個今天的高點 被做一個拉回的動作 那由於現在在盤中 現在的時間是1點鐘 現在時間1點鐘 看一下2330台積電 好 那台積電呢 目前的穩住價位 一個就在1040到1045 這也是台積電這兩天的 最重要的一個目的 雖然呢 在10月15號 最高來到1075 並沒有來到之前的前開 1080 但是 我必須要先守住一個指數 什麼呢 什麼位置呢 兩萬三千點 所以各位 這個地方呢 1040跟1045這個地方 就是為了要守住兩萬三千點 那當然 現在是1點鐘 那距離我們的收盤 還有半個小時 就是不曉得這半個小時 會發生什麼樣的情形 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今天要告訴大家什麼 我測標所寫的 艾斯摩爾GG了嗎 假設艾斯摩爾GG了 那怎麼辦 EUV機台 台積電怎麼辦 全球各半導體的先進 他們要怎麼去做一個生產的動作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問題 對不對 沒有這個機器的話 產品製造不出來 因為不管你的ID有多好 你一定要有一些工具 幫你給生產出來 這樣才可以 那這個地方要先看什麼 要先看艾斯摩爾 各位我們看這裡 我們看這個地方 我把艾斯摩爾交出來 好 各位 各位現在看到這個是艾斯摩爾 113年10月15號 11月15號 不是今天的日子 也不是昨天的日子 這個是前天的日子 11月15號 好 各位 這邊有一個歷史高點 這邊有個歷史高點 這個歷史高點是什麼時候 這個歷史高點是113年的7月11號 今天我是在解說艾斯摩爾K線的分析 如果你有興趣 你可以停下來一直看 看看我所分析的 跟你的分析 哪邊會有一些差距的動作 以細膩度來講 這個是最重要的 好 各位 這個是艾斯摩爾的7月11號 各位記不記得 7月11號 我們的台股是歷史新高24416 我們的台積電是歷史新高1080 都發生在7月11號 對不對 然後艾斯摩爾 他也是在7月11號 來到了高點1110元 好 就從這個高點 就一路下來到今天 不是今天到7月到10月15號 到10月15號 那事實上這個是10月15號的K線 後面還有10月16號昨天的K線 它也是往下的 只是這套軟體呢 只能秀到10月15號而已 不過沒有關係 剛剛好秀到它大跌的那天 那天的跌幅呢 以我們台股來計算的話 兩根跌停板 兩根跌停板的幅度 到底怎麼辦 好 各位 以現在來看 今天的報章雜誌 有寫到艾斯摩爾 艾斯摩爾跟台積電 兩家公司的工程師 對於艾斯摩爾現在的產品 有Arcure 所以導致艾斯摩爾呢 在10月15號 做了一個下跌的動作 但是各位想想看 既然在做Test 或是Debug 不管 一定是今天以前 就在執行這項工作了嘛 那執行這項工作 所得到的答案 你覺得它會不會在這個地方 去說艾斯摩爾的機器有問題 會不會在這個地方說 絕對不可能 因為這個地方是高點 誰說誰就被Fy掉了 那為什麼會在這個地方說呢 為什麼會在這個地方說呢 那如果說沒有 11月15號這根K線 這個11月14號的這個紅K 會不會讓你感覺 它要向上衝 會不會 會 但是我認為我會不會 不會 為什麼我不會呢 兩個原因 各位你們聽聽看 這個地方7月11號 跟台積電一樣 都是在這個時間點創下新高 然後一路被拉回來 一路被拉回來 這個是8月5號 這個是8月5號 各位記不記得 8月5號的台積電 它跌聽版 813 最後收盤815 那我們台積也是一樣 當天跌了1800點 好 這個是8月5號 然後從8月5號呢 往上走 這個地方的高點在這裡 8月21號 但是我們台積電 從8月5號的813 它到了8月20號 20號的台積電 20號的台積電是977元喔 所以這個地方他們有沒有正相關 有正相關 好 再看下去 然後台積電 從8月20號 往下跌 跌到9月9號 我沒有轉到台積電 這個還是艾斯摩爾 因為我怕轉來轉去 各位眼睛會花 所以我就利用它的K線 來去告訴各位 台積電的K線是怎麼走的 然後台積電從8月20號 一路下跌到9月9號 好 一路下跌到9月9號 好 各位 9月9號的台積電是891元 891元 也就等於說 它的820 977 被拉回來 被拉回來的時候 是到891 跌破了900元 是到891 但是重點不是在於數字 重點在於位階 各位 對 艾斯摩爾 它的位階 已經跌破了8月5號 但是台積電沒有 台積電沒有跌破8月5號 所以在那個的時候 之前都是正相關 都走勢都是成正比 但是就從9月9號開始 就沒有了 那這個時候 你會覺得 它還在跟台積電同步嗎 這個地方就有貓膩了 對不對 就有貓膩了 就看你夠不夠細心 夠不夠細膩 夠不夠專業 好 再回來 那台積電從9月 台積電從9月9號的891 一路走 一路走 走到了哪裡 走到了10月15號 來到了1075 在這個點 這個點是1080 這個點是1080 那台積電走到10月15號 1075在這裡 各位 但是艾斯摩爾的10月15號在哪裡 在這裡 那請問一下 這個距離差多少 我現在游標都不要動 我直接把它翻到台積電 我們看畫面 各位 有沒有看到 所以說 如果說今天你用基本面講 艾斯摩爾怎麼樣怎麼樣 未來怎麼樣 各位 那個我不可能 我沒有一個人可以去否決他的 因為那個是 還沒有發生的事情 對不對 好也可以說 不好也可以提 但是現在已經發生的 你就必須要由你的專業 來去做一個判斷 它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從9月6號的時候 那9月9號 9月6號跟9月9號 這兩個是不同的日子 但是發生的未見是不太一樣的 就讓各位去慢慢去琢磨就好了 然後呢 9月9號的台積電一路上去 各位看這裡 各位現在看到的是 113年台積電的9月9號 這個地方是不是891 這個地方是8月20號 8月20號的977 如果是我喜歡的個股 它的走勢K線 我是可以畫出來的 我是可以畫出來的 所以這種事情對我來講 都是小菜一碟 所以說今天艾斯摩爾 它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另外一個答案更明顯 回到艾斯摩爾好了 我們回到這個地方 各位 從7月11號開始 它往下拉回的時候 沒有一根的K線 跟一個反彈的位階 是比前開還要高的 沒有喔 對不對 這個地方的反彈上來 再被拉回的時候 這個地方所有的反彈K線 都沒有比前開要來的高喔 那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各位 就差太多了 因為這個地方在哪裡 這個地方在10月14 你覺得台積電的10月14 在這裡嗎 我想講 了解嗎 所以說你應該說 從10月1號開始 當艾斯摩爾它在走的時候 已經跟台積電的距離 差了非常非常非常多了 難道你認為 10月14號晚上 10月15號的晚上的 艾斯摩爾 它的K線 可以拉一根紅K這麼長 然後跟台積電 並駕齐聚在同樣的位階嗎 我這樣講 可以接受嗎 可以聽得懂嗎 所以從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不管 不管艾斯摩爾它後面 它的基本面多好 各位 問題是它現在發生的事實 是這個樣子 就好像 7月15號我在節目上 告訴大家 降息的時候 每股 每債是會被拉回的 我發誓 沒有一個人敢相信 為什麼呢 因為教科書都是告訴 告訴大家 市場利率跟 債券價格是成反比的 沒有錯 這個是千古不變的答案 但是我在節目上 幾乎從7月15號的每一天 我就告訴大家 這一次的教科書 不要相信 不要相信 那為什麼我敢在節目上 直接跟大家這樣做報告 我有我的專業 那昨天 前天 10月15號 我也跟大家說了 美債 那最近美債 有上來 對不對 各位 那個是什麼原因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那個是半年限的問題 不相信待會節目看完 你去看一下 那個債券價格 美債 似乎是到了半年限 就跟今天的貨櫃三雄 是一樣的 一模一樣的答案 好 各位 所以艾斯摩爾 在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他已經 這個10月14號的位階 跟台積電 10月14號的位階 距離差很多了 所以這個時候 難道你還會看好 艾斯摩爾嗎 不會 所以說 那個時候我一直在看 艾斯摩爾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想說 為什麼他會這個樣子 為什麼 但是看台積電都在漲啊 但是各位你曉得嗎 台積電這幾檔股票是沒有錯 但是他有很多的身份 他也可以是ETF的代表 對不對 他也可以是ETF的代表 他也可以是 我們家權指數的代表 也可以 但他也可以是 美股外資的代表喔 那如果說美股在漲 ADR在漲 台積電會跌嗎 但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所以說 不要說是艾斯摩爾 影響了台積電 這句話呢 對我而言幾乎是不成立的 了解嗎 幾乎是不成立 因為艾斯摩爾 他還沒有偉大到那個地步 還沒有 所以在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我們還是要看的什麼 看的就是 233年的台積電 那既然是233年的台積電 假設現在的艾斯摩爾 這個要轉換 這是有點麻煩 不過沒關係 各位忍耐一下 假設艾斯摩爾 各位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7月11號 是他的 創歷史新高的高點 所以這個地方 可以稱之為 艾斯摩爾的頸部 而這三個點 這三個點 這個點 跟這個點 跟這個點 可以稱之為 艾斯摩爾的腰部 對不對 所以 但是 有沒有底部呢 有 在哪裡 不知道 頸部可以倚之 腰部可以倚之 但是底部可不可以倚之 不行 不行倚之 那為什麼不行倚之呢 這個地方 我們就不討論了 但是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的是什麼 現在 10月15號 這根K線 這根K線 好 我們看一下這張 各位現在看到的是艾斯摩爾 10月16號的 這根K線 現在這個K線在這裡 在這裡 所以說 以整個形態來講的話 它是不是有一個轉機的感覺 什麼轉機的感覺 就是面臨落底 所以大家不要把落底好害怕 除非你手上有它 你可能不是害怕 你可能是絕望了 所以在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既然它是一個落底的狀態 那這個地方的落底 假側反彈 會不會影響到我們2330的台積電 會不會影響到台積電的相關的概念 那艾斯摩爾 那艾斯摩爾做什麼的 設備 那我們台積呢 有沒有設備 有 有沒有EUV的概念股 有 到底在這個地方我們要怎麼去準備 各位進廣告 待會再說 我們先進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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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的股市軍師 帶您掌握趨勢題材 產業股票 低買高賣操作 贏得年度最大波段利潤 您要敢騙馬 現在立刻加入 贏家專線 02-2752-5868 2-2752-5868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帶您領先動行市場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成都投付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師 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動乾坤 下午就是台積電的法說會 那三個地方最重要的 我剛剛說了 我們再回到這個地方來看一下 台積電10月17號下午的法說會 第一個 第二個呢 COAX的擴展 第二個呢 資本支出的調升 第三個就是EPS跟毛利率 各位 這個123是順序喔 這個123是順序喔 不是隨便寫一寫的喔 所以你一定要有 先有一個產品嘛 對不對 然後呢 你會為了這個產品去做什麼事情 去做一個擴充跟一個 成本啊 或者資本要做一個增加的動作嘛 不然的話 你永遠的產能都是跟今天以前一樣嘛 那第三個 那我今年 或者說我每一季的營收 要受到更好的一個預測 那我當然要把前面的一跟二先把它做好嘛 我現在講可以接受嗎 對不對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各位 最重要還在哪裡 最重要還是第一個的COAX喔 了解嗎 如果你跟我說台積電的EPS 它的那個毛利率多好多好 各位這句話太弱 一定要講一定要有最好的 你才知道說到底 到底你的那個希望值到底在哪裡 我想這個是格局的問題 不是說不對 這是格局的問題 你格局大一點你賺的會多一點 了解嗎 所以說好 第一個既然是COAX 那你就要知道COAX 那現在很多人都知道COAX了 今年的1月1號 我上節目 在節目上告訴大家COAX 我一路從1月份 每個禮拜至少介紹4天以上 一直到5月份 大家還都不太清楚 一直到5月份的報章媒體雜誌 開始推COAX的時候 大家現在就是狼狼上口COAX 各位 那個已經都已經到天價去了 所以以後看我股市戰國車的節目 你才是一個前衛的 好 既然是 既然它的準備在哪裡 第一個的COAX 第二第三我們先不討論了 都不討論了 第一個才是最重要的 這個地方的COAX 我再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2024年的5月13號 5月13號我告訴大家一個新的東西 叫做SOIC 你可以去把我5月13號的節目 調出來看 全市場 全台灣 大概就我一個人在講SOIC 那我心裡有點想 各位都沒有聽過這個名詞 會不會知道我在說什麼 沒有關係我先說 先讓大家有一個心理準備 有一個底 好 前面我不討論了 各位 這個地方的COAX 這個地方的COAX 會由台積鏈去做一個執行的動作 這個是不二人選 絕對是不二人選 但是台積鏈對於COAX有兩個地方 有兩個 一個是2.5D 2.5D 一個是3D 那之前我們講的COAX 之前我們講的COAX 今天以前我們講的COAX 是指的是2.5D 2.5D 那3D是什麼 3D指的是什麼 3D指的是SOIC SOIC 這次的埃斯摩爾 來到了這樣子的一個低點 那它的底部是不是要去注意了 對 那如果要注意 又要想到買的好的 各位 加賴留言 若迪反彈加1 若迪反彈加1 你早點知道若迪反彈加1 跟埃斯摩爾 跟台積電是有關係的 你早一點你會成為贏家 我們明天見 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